美国人关键时候才发现 什么欧洲 日本这些小弟统统止不上 有事还得靠中国 说1989年美国家族地震 一座非常壮观的大桥 海湾大桥倒塌了 这座大桥跟金门大桥齐名 修建甚至还比金门大桥早几年 两座桥都是加州的门面工程 每天过车27万辆 美国人花了好几个月缝缝补补 才把桥拼起来 把大桥的西段进行了抗震改造 但是经过这么一折腾 大桥元气已伤 专业人员评估说 这个桥可能经不起第二次地震了 而且桥的东段受损严重 修都没法修 只能重建 就这么坚持到2002年 美国人终于下决心重修大桥 但是研究了四年 最后发现自己搞不定 于是从全世界招标 把烫手山芋扔给别人 这么个大工程要是拿下了 那可就在全世界面前露脸了 所以西欧韩国的工程公司纷纷应标 咱们中国公司也参与了 不过拿下这个工程并不容易 首先就是价钱压得低 虽然出价500亿 但要求高 支出也高 美国人当甲方 就是一个既要又要还要 多快好省一样不能少 其次就是这里地处低震弹 要想保证工程质量也是个难题 有些公司在方案这一步 就直接被美国否了 中国公司一举打败了发达的欧洲日本 拿下了美国工程的大单子 美国的新海湾大桥东段 向全世界招标 这些顶尖的基建公司 竟然全都放了难 首先啊 东段大桥长度3.5公里 跨越了奥克兰海岸 这样的长度只能做悬锁吊桥 但是悬锁吊桥有个问题 就是不牢固 这里本来就处于低震带 有了一次被震垮的经历 美国人第一个要求就是牢固性 而桥面宽70米 双向12车道 还加一条自行车专用车道 这重量呀 可不是一般悬锁成熟的了的 所以啊 只能竖起160米的高塔 牢牢固定在基岩上 然后用非常粗的钢碗来支撑桥体 正经的吊桥 至少两侧得够一座塔 才能把吊桥吊起来 但这段桥由于要跟锡段连接 所以全部重量都靠一座塔来承担 而且啊 从塔上拉下来的 看似是两根缆线 其实是一整根长达1370米的粗钢篮 在塔顶 这根钢篮要有90度的弯折 这么粗的钢篮 要是拉到塔顶再弯折可来不及 必须在地面上提前进行越弯折 越撑响 众多企业一看方案就打起了退堂鼓 但中国的正法重工就这个实力感觉 最终 靠着多年打造港籍业务散下的巨型设备 和员工熟练的英语 镇华重工拿下了这个单子 中国人修建的旧金山海湾大桥 让美国人直呼福气 2013年海湾大桥新桥建成 加州官员在庆祝仪式上说 要是我地站 那我最好是站在大桥上 因为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这个赞誉啊 可是中国企业镇华重工用实力一点点换来的 2006年刚接下剑桥订单的时候 美国人可是时时刻刻紧盯着咱们 镇华重工当时虽然承接过挺多重大工厂 但是修桥还是头一刀 为了保证工期 美国人要求 如果延期一天 咱们就得赔35万美刀 如果发现工程不合格 他们有权随时发停工单 桥梁组件在中国制造 美国人不放心 派了200多人跑到咱这监督制造 这些人三班倒24小时盯着咱 当时加入的州长施瓦新格 也亲自到工厂里参观 结果呀 在美国人的严苛要求下 镇华没有收到过一张停工单 美国人只能服气的说 中国基建就是牛 2010年10月 钢塔拼接完成 89.6万个螺丝 跟螺孔严丝合缝 完美对接 拼装误差率达到25% 远远超过合同里要求的1,000分之一 而且在美国临时增加要求的情况下 交付时间还提前了整整5个月 甚至还给美国省下了4亿美刀 新海湾大桥 从此成了跟自由女神像并列的地标 咱中国基建 也彻底在大洋彼岸打响了名头 感谢收看海克思情报社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